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德老师 因为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 造成全球需求不振 石油价格一路狂泄 在美国时间4月20号的时候 更是出现了WTI原油期货价格 跌到了负的37.63美元 意思是说你买油非但不要钱 每一桶还白送你37.63美元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买油还可以白送钱呢 更为神奇的是很多国内投资者 因为投资了一款叫做原油宝的产品 账户里不光钱清零了 还道歉银行一笔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期货的知识 期货我们在历史上是从远期合约开始的 其实远期合约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 那么这种合约它是区别于现货的 什么叫现货呢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想买一个东西 我把钱给人家 人家把东西给我 这就叫现货 而期货的意思就是说我把钱或者一部分钱给你 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生产出来 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把东西给我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买期房 很多时候就这样 先付钱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房子才会给我 那么这个远期合约 其实最早古希腊时代可能就有 但是比较正规的是在荷兰 大家还记得荷兰有一次叫郁金香狂热 那么在荷兰郁金香狂热的时候 很多郁金香就被卖光了 那么别人想买郁金香买不到 怎么办 跟花农说我要预定明年的郁金香 我先把钱给你 明年的时候你把郁金香给我 咱们签一份合约 这个就叫远期合约 除了荷兰郁金香以外 在亚洲 日本有江户幕府的时代 江户幕府的时代有一种资源 就是稻米特别重要 一旦要打仗那就得吃很多很多的米 对吧 将军就要买米 但是将军不知道 明年这个米价会上涨还是会下跌 于是将军就跟这个农民说 说我现在先把钱付给你 你就按照这个价格明年给我稻米 对吧 所以你不用管明年到底是涨价还是跌价 咱们必须得按照这个价格来 那么这个我们就称之为远期合约 如果我们具体的把这个画一个图 远期合约有一个交易对手 这个交易对手 他们两个在某一个时间先签一份合约 比如说右边的这个人是幕府将军 左边的这个是农民 这幕府将军就跟农民说了 说明年可能要打仗 所以说我要先给你订购粮食 于是咱们来签一个合约 我把一部分钱给你 然后你就把一份合约给我 明年我就拿着这个合约 我找你要粮食 对不对 好了 到了第二年了 这个将军拿这个合约就给了这个农民了 然后这个农民就把合约里所规定的稻米 再给这个将军 对吧 整个这个过程它就完成了 这种过程我们就称之为远期合约 那么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 什么叫套期保值呢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商品的价格是在波动的 比如说这个将军和农民签订条约的时候 它们两个会按照某一个价格去计算 但是明年的时候 这个稻米的价格不一定是这个价格 也许稻米价格就上涨了 如果稻米价格要是上涨了的话 那么对农民自然是有益的 它卖了可以卖更多的钱 但是对于将军来讲它买米就要花很多钱 所以它害怕稻米价格上涨 它就提前锁定了稻米的价格 反过来说如果稻米价格要是下跌了呢 稻米价格下跌对将军来讲当然是有利的 对不对 对农民来讲 它种田了之后卖不到很多钱 它就会亏本 所以它也害怕价格下跌 因此它也需要提前锁定 那么既然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咱们不妨两个人就定一份合约 在明年的时候以一个约定的价格来交易 谁也别吃亏 谁也别占便宜 这个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因为价格是在波动的 但是我通过这个合约的方法 我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 锁定买卖的这个价格 那么对有一些生产的企业 其实这个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远期合约也有它的问题 我们说一下它的问题在哪 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远期合约很容易出现毁约的情况 就比如说这个将军要给农民买稻米 他可能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农民 他可能给一部分定金 比如说将军说了 我先给你100两银子作为定金 明年你给我100袋稻米 我再把尾款付给你 但是到了第二年 这个100袋稻米 它涨价涨到300两银子了 这农民一算 如果我要是毁约 我不卖给这个将军的话 那我赚的更多 于是农民就偷偷地把这原来的定金退给了将军 然后带着粮食跑到别的地方去卖 对不对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 将军他就吃亏了 反过来说将军有可能毁约 比如说第二年的时候 稻米价格下降很多 我将军一算我就算我这个定金不要了 我重新去买我还是赚钱 对不对 所以跟农民就说了 说我给你的定金我不要了 我从别的地方我重新去买米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有可能会造成毁约 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商品的质量 它也没有办法保证 对吧 你进行检验的时候 你得双方进行检查 每一次检查都非常费劲 再比如说交易也是不方便的 什么叫交易不方便呢 就比如说这个农民签了约之后 他突然之间他生病了 他没法种地了 所以他就跟将军说 说我这个不能再种地了 这个合约我没法再履行了 我能不能把这个合约 我卖给另外一个农民 让他跟你继续去履行呢 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一点问题 将军有可能会不同意 说你生病了 你也必须得给我下地干活 对吧 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交易不变的情况 那么因为有了这些问题 人们希望能够把这种远期合约 变得更加标准化 那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叫做标准期货合约 标准期货合约 它跟这个远期合约相比就有很多的好处了 标准期货合约最早是在1865年的时候 1865年在芝加哥 芝加哥有两家期货交易所 一家叫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一家叫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后来他们两个合并了 在芝加哥有这家这个期货交易所 这个期货交易所 它就创立了第一份这个标准期货合约 标准期货合约 现在的这个合约模型也是以它当年为蓝本的 就是在这个标准期货合约里面 它规定了什么呢 首先规定了商品的质量 你这个商品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我规定的标准是非常清楚的 现在来讲就是只有某些厂家生产的商品 才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其他厂家都不行 就这几个厂家才行 还有就是数量 你是1000弹道米还是100两黄金还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交割的时间 你这个每一个商品什么时候交割 交割的地点你在哪交割 交割的方式怎么交割都说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合约我是可以交易的 我是可以在厂内交易的 什么叫厂内交易呢 就是拿到交易所里面去 假如你有一份合约 后来你说我这合约没法履行 我把它卖掉 这是可以的 你拿到厂里边去 拿到这个交易所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帮你把它卖掉 那么有了这些规定之后 这个合约交易起来就非常便捷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种商品 这个商品的合约叫WTI 叫轻质原油期货 原油期货 这个也就是这一次原油宝的那个标的 造成了很多人道歉银行钱的这个东西 WTI原油期货这个叫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一份合同 你要是买了这份合同 它上面会这么写着 说现在这份合同规定有轻质原油 轻质低流原油 某一种原油的这个型号 轻质低流原油 多少桶呢 1000桶 这是它的数量 那么你有了这份合约之后 你就可以以某一个价格 去拿到这个原油了 那么这个时间是在每月的 不太一定 比如说20到25日你可以去提这个原油 提原油的地点在哪呢 在美国一个叫做酷新的地方 那里边有很多的储油罐 好 你看它这里面就规定了这原油的质量 轻质低流原油 对吧 数量就是1000桶 交货的时间 地点都规定了 如果说你不想要了 你还可以拿到厂里边去交易 拿到交易所里面卖掉 那么唯一没有确定的是什么 是这份合约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在开仓的时候交易双方进行确定 就好像当年的将军和农民 他们之间可以拿这个标准合约 然后商量 这份合约到底值多少钱呢 对吧 咱们商量好了一个价格 我们就可以立一个约 然后到时候我们进行交割就行了 但是因为它进行交易的时候非常方便 所以很多人发现 其实我并不需要最后去买原油 我只需要在这个买卖合约的过程中 我不就可以获利了吗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就称之为投机交易 我们来说一下期货的投机 我们来说一下期货的投机 我们知道在股票市场上有一些投机者 但是也有一些投资者 投资者的意思就是我买这股票 我不是指望着低买高卖赚差价 我就是想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毕竟是有这样一部分人的 但是在期货市场上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投机者 这是因为期货市场有它自己的特点 它不能像股票那个样子长期持有 它持有成本非常高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买卖 就是想赚一票就走 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利 首先像股票一样期货也有一个价格 我们说一下它的价格怎么算 那这个期货合约的价格 这个合约的价格 合约的价格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一个单价再乘以一个合约的规模 规模其实就是数量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WTI这个原油 那它这一份合约值多少钱呢 首先咱们先商量一个单价 你觉得这个20美元可以买一桶油 我觉得也还可以 那咱们就立约吧 于是单价比如说是20美元 然后就是合约规模 那合约规模是一份1000桶 对不对 所以乘以1000 最后这么一算就是2万美元 好 那么这一份合约就是2万美元 当然这2万美元并不是我打给你 或者是你打给我的 它跟股票交易还不太一样 它不是你打给我 我打给你 咱们的意思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比如每月20到25号 我们可以以2万美元的价格去交割1000桶原油 是这个意思 对吧 而且这个买卖的过程其实我们称之为开仓 称之为开仓 来说一下这个开仓的 还有平仓的意思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人他是想买原油的 另外一个人他是想卖原油的 对吧 就相当于刚才的这个农民还有这个将军 那么这个想买原油的这一方 想买原油的这一方 我们就称之为多方 而想卖原油的这一方 我们就称之为空方 然后有一天他们就开了一个单 开了一个单 首先他们俩立了一个约 这个空方把一个合约卖给了多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开仓 在开仓的过程之中有一个价格叫P1 这个P1就是什么 就是这2万美元 对不对 好了 现在多方按说是已经拿到了1000桶油了 他们约定是以2万美元的价格来买这1000桶油 对不对 只不过还没有交货而已 而空方是已经卖出了1000桶油 他约定价格是2万美元 但问题是空方他不一定有原油 到那个时候他也未必能交得了货 怎么办 没有关系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俩都会平仓 都会平仓 所谓平仓的意思就是这份合约又从这个多方还给空方了 这个时候再有一个价格就是P2 但是P1和P2它是随着价格这个市场在波动的 对吧 好 咱们来思考一下 假如这个价格上涨了 假如价格上涨了 也就是说这个原油原来的价格低于后来的价格 后来价格高 那么对谁有利呢 后来价格高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多方 我买原油的时候我是花2万美元 我买了这个原油了 后来还没等交货我就把它卖了 但是我卖的时候比2万还多 你说我是不是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多方就赚了 多方一旦要赚了的话 那你空方就赔了 为什么呢 因为空方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卖了2万美元 卖了1000桶原油 过了一段时间没交货我就把它买回来 但是买回来的时候价格高 那我不就赔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空方就败了 所谓败了就是赔钱了 那么反过来说 假如说这个价格下降了 也就是原来的合约价格高 后来的合约价格低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多方就赎了 多方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开始一比较高的价格买了原油 还没等交割 就把它一比较低的价格卖回去了 对不对 最后的结果它就赔钱 而空方就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开始的时候它以比较高的价格卖了原油 后来又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称之为开仓和平仓 而且这个期货交易和股票交易的不同在于 股票如果我从你手里买股票 我要把钱给你 期货交易不是这样的 咱们立了约之后不相互交钱 这个钱只是被交易所锁定 就是保证金交易制度 咱们来说一下保证金交易制度 保证金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不同的商品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举个例子 咱们假设这个WTI原油 它的保证金是百分之十 那会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现在有甲 这个甲是一个多房 多房 而乙是一个空房 是吧 它们两个人开始交易原油了 最开始的时候立约 它的价格是两万元 两万元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保证金百分之十来算 那么甲需要账户有多少钱 甲需要账户里有两千元 如果两千元没有的话 那么交易所是不会让你开仓的 同样以作为空房 它也要有两千元在账户里待着 这两千元就称之为保证金 假如是百分之十的话 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价格上涨了 价格不再是两万元了 价格变成了两万一千元了 变成了这个价格了 这个时候我再问你说甲会怎么样 你想甲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以两万元的价格买到一千桶油 但是现在一千桶油值两万一千元 所以呢 所以我是不是赚了一千元呢 赚了一千元的时候 交易所就会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它把这个账户里的钱进行一下划转 它把这个以账户里的一千元划到甲账户里了 甲账户里就多了一千元了 所以甲账户一共就是三千元 说为什么多一千元呢 那是因为这个油价上涨了 因为它上涨了 所以甲的这份合约就值钱了 所以它就多了一些钱 而乙的账户就被划走了一千元了 对吧 于是乙的账户里只有一千元 这个时候保证金就不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保证金假如是10%的话 那么两万一千元保证金应该是两千一百元 你现在只有一千元 对吧 所以你少一千一百元 怎么办 这个时候期货公司就会跟你说 请你追加保证金 追加保证金至少追加一千一百元 如果你追加了这一千一百元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继续交易 如果你不追加这一千一百元的话 那么它就会给你强行平仓 好 咱们现在假设乙又追加了一千一百元 那一共账户里还有两千一了 结果到了第三天 这个价格又变了 这个石油价格变成了两万五千元了 这个时候甲会怎么样 石油价格又上涨了四千元 所以甲这一份合约更值钱了 三千加四千 甲账户里就应该有七千元 这是交易所划转的 乙呢 乙本来账户里还剩两千一 对吧 结果现在又亏了四千 所以还剩下负的一千九百元 此时期货公司又跟你说 你保证金又不够了 你再给我追加 这回追加多少 两万五千元 保证金两千五 两千五 你现在账户是负的一千九 所以你得给我追加四千四百元 如果你不追加四千四百元的话 会被强行平仓 好了 现在已说我没有钱了 所以我不追加 那如果你不追加的话 它现在就进行平仓 怎么平仓 那就是甲和乙之间不是立了个约吗 只不过甲立约的时候乙是按照两万的价格 两万元的价格去卖给甲原油的 结果现在甲又把这个原油卖回给乙了 卖回给乙的时候它卖两万五 那所以甲不就最后赚了五千元吗 乙最后就亏了五千元 所以最后甲的账户里就会变成七千元 变成七千元 原来有两千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就赚了五千 乙呢 乙原来是有两千 追加了一千一是三千一 对吧 但是你还欠期货公司一千九 这一千九你必须得还上 这就出现了 你不光本金赔光还道欠期货公司钱的情况 所以期货是有杠杆的 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一个波动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你用两千元你赚了五千元 对不对 但是也有可能会亏光本金 甚至道欠期货公司的钱 所以期货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的 而且期货也不能长期持有 为什么不能长期持有 你股票你可以长期持有 跌了我不管它 总有一天我能涨起来 对不对 期货这么做是做不到的 你比如说石油 石油价格狂跌 我买点原油我存着 以后石油涨了我再卖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到期日和交割这么一说法 到期日还有交割 比如说这个WTI原油 它是每一个月都要进行交割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互相买卖的 是五月份交割的这个原油 那么到了这个五月份 到了这四月末的时候 它就要进行交割了 你这个单子就不能再交易了 就需要按照这个字面说的 对吧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买卖这一千桶原油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必须在到期之前做这么一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平仓 什么叫平仓呢 就是如果原来你卖了油 你就把它买回来 不管价格是多少 如果你原来买了油 你就把它卖出去 也不管价格是多少 还有一种叫做移仓换月或者叫展期 移仓换月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咱们买卖的是五月份交货的 但是现在马上是到期了 所以我把五月份交货的这个期货我平仓 然后我再去买入六月份交货的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买卖了 对吧 我可以继续赚钱了 这就叫移仓换月 那么一般来讲移仓换月都是发生在 最后交易日之前的几天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原油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它是正好就在最后交易日附近 它来做这个事 结果流动性没有了 就是说你想平没有人卖给你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价格狂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你这两件事都不做 你就非要等到最后 那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交割 交割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交割就是食物交割 你买原油你就给原油或者拿原油 第二种是现金交割 那么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食物交割的 比如说咱们炒作的标的是这个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股指期货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把股指卖给你 对吧 最后就是按照现金进行交割的 那么WTI原油它就是用食物交割的 那么具体来讲多方会怎么样 假如你还拿着多单呢 这多单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这个以某个价格 以某个价格去怎么样 去获得1000桶原油 这就是多单的意思1000桶油 大家注意你如果持有多单 你就必须要做这件事 这是你的责任 不是说你想要就要 不想要我就给你不要了 这不行 你必须去做这件事 以某个价格去获得1000桶的原油 是吧 只不过这个价格咱们是可以商量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开仓的时候可能是20美元 我们认为20美元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你也认为合理的 结果我就拿了一个多单 以后我就可以以20美元的价格获得一桶原油 2万美元的价格获得1000桶原油了 这个乘1000我就不写了 现在我说我不想要原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炒期货的投机者 我不想到美国酷心那去提原油走 我也没有那个设备 对不对 好吧 那我必须要在到期日之前我把它平仓 好吧 那就平 我卖20美元 没人要 没人要怎么办 那我就卖10美元 因为现在石油消费不行 我卖10美元一桶 有没有人要 还是没有人要 对吧 我就卖5美元 5美元还是没有人要 那我干脆卖0.01美元 意思是说你只要拿0.01美元 你就可以获得一桶石油 1000桶石油 我只要10美元 这么便宜的价格还没有人要吗 这个时候它指望着谁接单呢 指望着空方接单 你注意空方的地位跟多方是一样的 空方也必须在交割日之前把这个仓平掉 否则的话它就要付出某个价格提供一些原油了 但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些空方到底是干嘛的 也许这个空方背后就是有大型的这个石油公司支持着 他们手里边就是有油 所以空方说我不怕 我有油 咱们大不了到交割 对不对 交割我给你油不就完了吗 但问题是你给我油 我没有地方去拉 我没有地方放 现在石油已经把全世界都给充满了 美国库新的那些油罐都充满了 你说我把石油放在库里边 我不拿走 那不行 你这属于没有交割 这交易所是要罚你的钱的 你说我去找一些这个运油车把它运走 这些运油车的费用也可不少 对不对 你说那我像牛奶一样把它倒地里边 那你可就要被罚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能力去提取这个原油 那你就必须要交割 然后空方又不进的单 怎么办 你只好继续往下压价 于是价格就变成负的 直到负的37.63美元 负的37.63美元什么意思 就是谁接了我这个单 你不光可以拿走1000桶油 而且每一桶油 我还额外的负给你37.63美元 对吧 我额外的负给你37.63美元之后 你可以拿这个钱去进行储存 运输这个油 对不对 然后空方说 那好吧 我勉为其难接你这个单子吧 双方就平仓了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当时在原油宝停止客户交易的时候 价格大概是10美元左右 后来在美国那边的各种操作下 价格一路狂卸到37.63美元 不过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人 这个人亏得特别惨 这个有一个个人投资者 这个投资者他怎么样 他不是我们这个原油宝的这个用户 他是自己在网上做这个WTI原油的 结果他有一次发现 哎呀 这个价格是0.01美元了 对不对 太便宜了 于是他就买了1万美元 1万美元这个单价是0.01美元 对吧 所以大约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100万桶油 也就是说他付出了1万美元 买了100万桶油 他心说那这个真是太划算了 为什么太划算了 因为我只花了0.01美元的价格 我就买到了一桶油 如果你要是没有涨价涨到0.02美元 我一卖我就立刻翻一倍 那么假如涨不上去也没有关系 我1万美元拿了1万桶油 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结果一觉醒来发现 哇 这个价格非但突破了0 还变成了负的37.63美元一桶 于是你的账户里资金变多少了 你本来是1万美元 现在变成了负的3763万美元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光把本金亏光了 你还欠了这个期货公司3000多万美元 所以这个人就要疯掉 是吧 这个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规矩 还是没有太弄清楚规矩 因为这个期货它是美国人发明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要想跟美国人玩期货 你首先必须要非常了解人家的规矩 比如说在4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就已经说了 原油期货价格可能会跌成负的 那么跌成负的的话会出现哪些技术问题 或者会出现哪些金融的风险 你是不是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那么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 因为规矩的原因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亏损 所以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不建议大家参与期货市场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领域 如果你一点期货知识都不懂 想凭借炒股票的那些经验去炒期货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赔得倾家荡产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